今天台市晚间新闻 我是林一如 午后队流旺盛 台湾各地纷纷下起大雨 台东更是出现了破百的石雨量 云沾淹水 宜兰跟花莲路面积水 另外像是南投也遭逢了强风暴雨 露树倒塌砸坏车子 甚至还降下了冰雹 你没看错 一颗颗白色水晶体打在车上 发出剧烈声响 又弹起来落地 由于午后热队流旺盛 南投水里降下冰雹 但这场大雨带来的灾害 还不止这些 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 连带压坏三台车 一度造成交通受阻 镜头转到台东 突如其来的大雨 家门口仿佛像个小池塘 民众只能用笨斗 把积水一点一点咬出去 无奈表情全写在脸上 民众撑伞 脚还泡在水里 谁也没想到午后大雨 竟然会淹进民宅 尽管堆起沙包 还是挡不住 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最近来那个时候 你没有到又大又低 没有急啊 大约一点半的时间 一下子就下很大的雨 这样 都有用进去 随着封面接近 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台东地区使雨量破百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 台23线往太原村县道 发生土石流暂时封路 索性经过抢修后 已经排除状况 但全台大雨不断 宜兰江西下午3点左右 下起大雨 尽管车子雨刷开到最大 但还是看不清楚前方视线 东海岸的花莲市 地面上出现积水 宛如河道 一场午后大雨 各地纷纷传出灾情 民众都捏一把冷汗 记者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